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经过我们前期的一个对MokeJS的这样一个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作为本课程的最后一讲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项目所涉及到的一些东西 今天我们做一个项目总结 那么说到这一个项目的话 其实要是说它新颖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在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还算是一个至少说用处很大 但是呢适用的范围 或者说了解这样一个技术的这些人并不是太多 但是你要说从技术的学习它的难度来讲的话 其实MokeJS学习起来其实是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新技术学习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其实新技术的学习呢 我一般会从三个点会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了解新技术 就像我刚才说的 包括我之前对MokeJS像这种的话 我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知道这样一个名词 我们经常有同学就吸尘程序员 了解Java Delete C++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什么叫单词的拼写 当然这是一个说效 但说到这个地方呢那我们既然你要了解的这个单词的话 那首先你从哪个地方去了解这个单词 比如说我们MokeJS来讲 你在哪个地方去了解的这样一个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 我经常使用到的就是一个中国开源社区 就是OSC 就是开源中国 因为这里边的话大家能看到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内容在里边 就是开源中国 我也给大家去浏览了一下 比如说这里边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非常前沿的一些技术和一些新的 就是去追踪一些技术 这里边呢 其实它主要分两块 一个是关于综合资讯 一个是呢 关于那个软件相关的 其实呢 我一般呢 对这一块其实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拿Sirconit 你看 这里边咱没进去 它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 对不对 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在这些地方查看它的详情 包括一些在线文档啊 我们都可以去对它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了解 这就是我说的 学习方法之一 就是我们如何去通过哪些渠道去获取这些资源 也就是说你要喜欢去了解新技术的话 至少说在国内的话 OSC应该是 就是对大家应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博客园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帖子 那博客园里边呢 一般不会涉及到很多新的 就是说知识 但是这我说的新的知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在开运中国里边 你会看到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发布了 这个东西发布的话呢 可能它就是一个我们刚出来的 也就我们把它理解为叫一个新生事物 但是在博客园里边呢 它一般是对成熟的一些技术啊 或者是一些较为新颖的 但是呢 也不是最初发布的 也就是它不是文章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源头 但是呢 大家可以在里边进行很多的一些探讨 这个博客园 然后csdn的话呢 这上面也有很多那些资讯资料 包括一些内容 去进行一些资料的一些下载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去了解到我们一些新的技术 第二个的呢 就是我们了解了技术之后呢 我们如何去学习这样一个技术 刚才其实我给大家也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事 你比如说我拿circle leader来讲的话 那我拿到circle leader的话 我们首先通过它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我通过这样了解到之后 然后呢 我可能就要去看一下它的那个详细介绍 对不对 详细介绍的话 这里边就有一个软件首页 那我肯定就到软件首页里边去做相关的一些了解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可能就有一些文档啊 还有一些下载啊 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你这些文档里边就有一些 你看 关于 你看会有和 备份的API 所以呢 它这里边有一些API 这些你可以去做一些了解 这里边也有很多一些 相关的一些事例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大概的一个思路和方法呢 那就这样 先去了解了之后 我们到官网去看它的Demo 查看它的API 那么查看API之后呢 我们可能就说了解了一部分之后 我们可能结合一些官方的一些Demo 我们可能去自己去写一些自行实践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不妨去参考一下第三方的这样一些事例 或者去网络搜索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模拟两可的 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 对于资料的一些问题的搜索呢 CNBlog 还有那个CSDN呢 还有包括直接百度Google 去搜索一些 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但是关键是要落实到我们多去实践 因为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会去发现问题 因为在从另外一方面讲 我们实践的时候呢 也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比如说我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我们开始呢 可能是对一些单个的知识点 进行点的这样一个学习 然后呢 我们会把它连成一个线来进行一个学习 就对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学习 然后呢 我们点线 然后到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到面的一个学习了 面的学习 我们首先会在掌握一个线的这样一个技术上 我们会做对它做一些实用技术上的一些研究 我们去把它举个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个模块的一个封装啊 或者要实现一个就是具有特定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样一些模块 我们就会做一些技术上的研究 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去到小的项目当中呢 进行一个像一个试水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说我们去把它拿到项目当中呢 我们去实际去使用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两步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们在小项目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 它还在不断的进行这样一个 去更新 去修复 去迭代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呢 我们在小型项目的生产环境当中呢 做一个探究 这相当于是在一个小型的试验环境当中啊 去对我们的上述两步的一个循环 往复的这样一个检测 那么在检测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根据我们所得出来的结论呢 包括一些实际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是来源以生产环境实际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在在前三步来做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的话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版本啊 就我们的功能就越做越强大 越做越稳定 并且呢 我们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来去 可能对我们后续的一些大的一些中小型的 大中型的这样一些项目呢 可能产生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积累 当我们这三步在不断的完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在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可能在大型的项目当中 我们就可以投入大家的生产使用环境过程当中 所以呢 这这些 这四步啊 就是从一二三四 这四步其实它是有相应的顺序 并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每一步啊 都是为后一步啊 前面的步骤都是为后面做一个积累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必须要清楚了解当我们的技术能力还不能够达到实际的一个应用水平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案 我们要尽可能去规避风险 同时呢 我们又要去勇于去探索一些新的技术 这就是我个人对新技术的这样一个理解 也是周围我们在这一个项目总结当中呢 我们如何去对新项目这样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看法 然后呢 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Mocker.js来讲啊 其实从Mocker.js我开讲的时候呢 我都给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Mocker.js 为什么要Mocker.js 是因为我们根据我们平常的一些工作生产生活过程当中 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我们通过需求来了解一些需求的时候 我们发现需要这样的东西 我们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想有没有这些东西 或者我们能不能去创造性的去设计出这样的东西 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语言 无论是技术上的语言 或者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所一些事物 它都是根据需求来进行产生的 所以我们以了解需求为前提来做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一些 积累和储备应该说是更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 在大环境下这么多的新的技术 我们应该是大海之水 我们要客气所需 我们应该要去学会选择 然后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通过官方的相关的一些文档 我们进行了环境的一些搭建 环境搭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根据官方的DEMO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基础语法的一些学习和一些实际项目的一些处理 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了一个很小型的这样一个项目 做了一个实践 因为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呢 它我们可能就是在学语法呀 学环境这样一种搭建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设计的知识点并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要把它用作用在实际项目当中 它牵扯的内容呢就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我们里边所涉及到的Express 那就是因项目实践当中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路由的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路由呢 路由是可以自己去写 但是呢既然已经有现成的 我们也不必载造车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项目实践过程当中呢 我们能够去 根据我们项目的这样一些需求 我们才能够把所有我们所学到的一些内容 去把它融会贯通起来 这就是项目实践的一个 应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吧 另外呢就是我们既然做好了 这样一个项目实践的话 那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发布它 去把它发布到其他的服务器上边 或者是分享到 我们作为开源的一个精神的话 我们分享到社区里边 这些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一个发布 那么发布完了之后 那别人拿了这个代码之后 我们要知道如何去部署 以及如何去运行 这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流程 也是对我们 对一个新的一个项目的话 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做的一个技术的这样一个总结 所以呢这个总结里边呢 包括我们对新事物的一个了解 和我们本身项目当中的 这个MACOGS做一个这样一个分析和总结 所以呢我希望我这个分析呢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做技术研究和了解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 我们是带着一个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的这样一个思想态度 去做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呢在整个课程当中呢 难免会有一些涉及不到 或者是本身 讲解的知识点都涉及 存在一些瑕疵或者是漏洞 甚至是错误 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谅解 同时也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 好 那我们本课程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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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